在8月20日,张柏芝罕见地登上了热搜 《事情的起源》是关于他发布的一条文章 这篇文章通篇都没有讲述他发生了什么事 但似乎又透露了很多事情 因为他宣布自己将要放长假 这也引来了很多人的热议 四胎,张柏芝被传婚讯后发生 甚至有人怀疑张柏芝是不是四胎了 因为此次发生是张柏芝被传婚讯后发生 其重视程度要比很多明星要厉害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他与孙东海的传闻究竟是不是真的 但对此他一直没有出面回应 所以当他在被传婚讯后发生 才会引起这么多的注意 大家都想知道他的文章中有没有解释和孙东海的关系 但根据其所发布的内容 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讲述自己和对方的关系 但他透露的一件事情却引起了大家的猜测 那就是张柏芝在文中称身体抱养 所以不得不将八月份的所有工作都给推掉 未来将专心修养身体 并对合作方做出了道歉 休长假被移保胎 他这样的行为 也难怪大家会怀疑 要知道前两天他刚被拍到与孙东海带孩子外出 现在就开始休长假 难免会被人怀疑 因此张柏芝休长假被移保胎 这个词条很快就登上了热搜 大家都想知道他是否是真的怀孕了 毕竟张柏芝现在都有三个孩子了 如果再生一个就是第四个孩子 虽然没时膜不好带 大家总归是关心他的婚姻状况的 因为孩子还是在父母都在的情况下 才能稳定地成长 如果仅仅只靠母亲 那生的再多也没时膜用处 所以张柏芝如果再生一个 只会使得身体非常的劳累 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好的方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丈夫的存在 自然会好很多 南方带三娃四亲父 但爱与张柏芝从未公开 表示过和孙东海的关系 所以就算大家猜测 也不敢过于多的评论 生怕自己说错话 但从前几天的合照中 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孙东海和张柏芝三个儿子的关系 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当时南方带三娃四亲父 他不仅全程陪住三个儿子 在后面游玩 甚至连对方来找他交流的时候 他也一直默默待在原地 帮张柏芝的孩子解答疑问 这对于一般的父亲来说 都很难做到 更何况是他这样的身份 所以四人当时的相处 看起来就好似父子一般 非常的亲密 也难怪网友们会觉得 四人站在一起十四亲父 不过对此网友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网友觉得张柏芝是大明星 所以生几个孩子都是可以的 就算再生四胎也默认会拦住 但最好还是有一个男人 在身边才会更好 不然的话 感觉孩子也不会太过幸福 还有网友觉得 现在孙东海看起来对孩子非常好 所以就算真的怀了四胎 未来过得也会十分幸福 但最好还是有一个名分 才会使得孩子的成长不受质疑 这一点从张柏芝第三个儿子身上 就能看得出来 因为他的身份一直被人猜疑 从未被停下过 所以大家才会这么觉得 对于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但最终怎么决定 还是张柏芝自己说了算 别人说再多也没有用 大家觉得我说得对吗 8月19日 张柏芝工作室 在社交账号上通知粉丝 张柏芝因身体状况无法继续工作 并取消了8月份的所有行程 并与各品牌达成了协议 消息一出 球迷们纷纷担心张柏芝的健康状况 据悉 张柏芝的社交账号 已经有十多天没有更新了 或许这一次病魔真的来势汹汹 孙东海细心陪伴疑似第四个孩子 对于张柏芝工作室所谓的患病 也有网友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 张柏芝疑似怀有四个孩子 毕竟怀孕最初几天 胎儿很不稳定 而张柏芝今年已经43岁了 如果她真的怀孕了 就必须卧床休息 才能保证能够平安度过三个月 而且像张柏芝这样的港台艺人 一直都非常敬业 除非她确实无法攀登 否则她不会违反合同 取消行程 如果张柏芝怀孕了 没有什么比新生命更重要的了 所以张柏芝谨慎取消行程 也是情有可原的 关于张柏芝三胎的亲生父亲 外界有很多传闻 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 有一群人认为 张柏芝第三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是谢霆锋 大家都对这个传闻表示怀疑 据说 这是知名娱乐记者朱皮透露的 他曝光了很多虚假信息 所以大家都不太相信 另有一群人认为 孩子的亲生父亲是孙东海 并爆料张柏芝和孙东海 已经领了结婚证 张柏芝对外界传闻不予理睬 也从未对三孩子的父亲 做出回应 然而前几天 张柏芝晒出了一张 他在游泳池的照片 举起食指 似乎有什么意思 有眼间的网友发现 张柏芝所指的人 与孙东海高度相似 疑似官宣是秘密发布的 孙东海从未对他是 张柏芝第三个孩子的 亲生父亲的传闻 做出任何回应 对于他这样的大人物来说 压制新闻是很容易的 但他没有 不知道他是不在乎 还是默许了 孙东海 与圈内不少名人都有过绯闻 名声也不是很好 所以 很多人都对张柏芝 与其结婚的传闻 感到担忧 在张柏芝曝光的照片中 两人的关系似乎不错 一直小心翼翼地陪伴住张柏芝 这让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而且两个人整天都歪在一起 也累了 可能又怀上了四个孩子 这都是猜测 别当真 大儿子一恋兄妹 当大家都在讨论 张柏芝怀上四个孩子的时候 有网友爆料称 张柏芝的大儿子谢震轩 在澳大利亚 与父亲谢霆锋滑雪时 偷偷外出 与一位年长女子 发生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疑似恋爱了 谢震轩今年17岁 已经到了初恋的年龄 拥有一个心爱的女孩 并不奇怪 旁边的女人 看上去比谢震轩还要老 有人猜测 谢震轩是不是也像 他的父亲谢震轩一样 痴迷于兄弟姐妹呢 毕竟谢震轩和比他大 11岁的王妃 已经相恋多年了 谢震轩一直很微妙 或许他也喜欢自己的妹妹 但也有可能 这个女人是谢震轩 信任的工作人员 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好 无论如何 谢震轩已经17岁了 希望谢震轩和张柏芝 能够抽出时间 关心一下大儿子的情绪和心理 敏感 需要家人的陪伴和照顾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